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裡 與李啟光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下 《孩子的音樂天分有多高》這個話題 李博士是一位非常權威的疲民分析師 他是行為科學博士、營養師、講師、專欄作家 專門研究大腦不同的區域和強弱對幼兒的成長、自我了解、就業 甚至管理親子關係都非常重要和幫到手 在十五年來超過一萬個家庭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開發個人的天賦和配合後天的訓練 大大改善天分、情緒和集中力、親子的關係 好啊,好多謝你 多謝莫博士 李博士今天和我們分享很多的心得 相信很多家長都對子女的音樂天分有一個疑問 究竟我小朋友的音樂天分有多高呢? 其實在這個疲民分析可以怎樣去幫助家長和小朋友 好啊 我們先了解一下疲民分析究竟是什麼呢? 好啊 為什麼會看到先天呢? 原來有一個解放學家 其實是他在1926年的時候呢 正式把這個學說呢 在這個很有系統的學術研究會的一個 美國解放學家協會裡面定立出來的 變成呢 其實在裡面呢 他對很多我們身體皮膚的紋理和我們遺傳信息的關係 做了很多的研究 透過這些研究呢 我們發現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們十隻手指的指紋呢 是對應大腦不同的位置 神經元在學習單位裡面呢 究竟它的分佈是怎樣 排列模式是怎樣 導致呢 在研究裡面發現呢 不同種類的數目的排列等等 就會產生了一些個別的學習模式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其實簡單一點來說呢 大腦的結構呢 是決定了我們這個功能表現是怎樣 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大腦都有少少的地方是不一樣的 那這些不一樣就會產生了不同的學習需要 所以譬如好像音樂天分那樣 音樂天分其實呢 就是我們究竟大腦裡面 怎樣接收音樂這件事呢 而當我們學習音樂的時候 哪些腦區協調都夠好呢 就會產生一個較大的優勢 剛才說過了 譬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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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講的 因才師教是什麼呢 就是了解一個人 究竟他們 先天地如何 然後再將環境配合 所以呢 一個人有沒有音樂天分呢 其實掌握了之後呢 就決定去學不學音樂 所以呢 配合就是 是互相前天後天之間的互動的結果 而這位是建立毗文學的解訪學家 1926年正正式式定立這個學說 已經很久歷史 現在都差不多接近九十多年的時間 因為他是一個解訪學家 所以他就從我們大腦的神經元的排列入面 利用這個學說去找出來的結果 大家可以回到美國解訪學家協會的網站 回到1926年就會找到他定立這個學說的過程 而他也詳細說得很清楚 其實整個學說皮膚的紋理 究竟是怎樣反映了一些遺傳的特質 而這位解訪學家寫了一本很著名的著作 其實我們這本著作都會提到皮文學 究竟怎樣用皮膚的紋理 去將這些細胞在分裂的過程 去產生的一些不同的特性 所以在這個學說裏 告訴我們很多相關一個人的先天大腦結構 究竟怎樣影響他的學習模式 而音樂有幾樣東西很重要 我想鄧老師特別比我清楚很多 你看一個人音樂能力好不好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左腦的列頁區位置 就是我們音準的能力來的 譬如我們辨別聲音的準確度 非常重要 原來皮文分析都是這麼科學的 真的很好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看到 譬如這個腦區的細胞 特別多的人 他們可能聽音很準確 所以你發覺音樂的能力 天賦好的人 其實他們的音準好 其實他們的語言能力都會好 所以同一個腦區 他又負責學音樂的準確度 也都負責聽音的準確度 當我們學不同種類的語言的時候 他都關係不一樣 當然 譬如我們音樂智能好不好 譬如彈奏樂器好不好 其實牽涉到我們小肌肉的操控 所以小肌肉的操控 就來自我們大腦頭頂這個位 我們叫做頂葉區 神經細胞越多的話 他的操控能力會越準確 協調得越好 節奏感都很重要 就是我們大肌肉的部分 都是頭頂頂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 不同的腦區 去配合走出這個音樂天賦 所以我們會這樣評價一個人 究竟他的音樂天賦好不好 主要就是來自他這幾個腦區 協調做得好不好 哪個腦區比較突出 主導他的整體能力的優勢 弱勢多少 去做一個比較 即是可以很科學化 很有系統很客觀 這樣找到一個小朋友也好 一個大人也好 其實他在學習音樂之前 究竟他哪個位置 是他最大的優勢 甚至乎可能幫到 教音樂的老師 去辨別這個小朋友 我們應該做多些什麼類型的訓練 真的很有用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會發現 用一個客觀的數據 去告訴我們 怎樣去建立一個人的學習模式 所以非常有系統的方法 好啊好啊 很多謝李博士的分享 多謝你 好啊 我們要留意 下一集的李博士 就會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題目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學習音樂和指紋有什麼關係 或者有些過度活躍症 或者知憂兒童 或者那些自閉症的兒童 究竟透過皮紋分析 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好 下次見 拜拜 好了 今次我們的題目 就是 跟李博士說一下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到自閉 過度活躍症 或者知憂兒童 怎樣透過皮紋分析的方法 可以幫助到他們 是啊 其實我們剛才都約了講過 大概每一個人的大腦神經元 就是我們學習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本 當他有不同的排列模式 和分佈的狀況 就會決定一個人學習的優躍勢 音樂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左腦的列頁區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音準的能力 和彈奏樂器的時候 手腳協調來自頂頁區的左右腦 分別控制我們大小肌肉的能力 甚至乎音樂符號 符號學其實來自後額業區左腦的位置 即是說這些腦區加起來都理想的時候 其實這個人學習音樂的優勢的先天部分 就會比較容易出現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幾個優勢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 他可能值得花些時間 在不同種類的樂器 或者表演的活動裡面 可能要擺多些時間 去令他建立到更大的自信心 但是同一個道理 當我們的腦神經元分佈得不平穩的時候 有些地方多了 很自然相對其他腦區就會少了 即是說如果我們定了一個大腦 一個人有這麼多億的神經元的時候 當一度多了 另一度自然就分薄了 即是說有音樂天分 很多時候就會伴隨著 有些能力會不會那麼好 當然沒有必然的 就視乎你分了哪裏的細胞出來的 所以有些小朋友 譬如他們的專注力不好的 我們就會發現他們有一些特性 譬如他們坐不定 專注不了 其實他們的老細胞的數目 很多時候是特別高的 當他高過大部分的人的時候 其實他適應不到環境的學習 的重複性 舉例一下 一般人大部分的小朋友 學一件事是做三次 我們教的人 一般我們都會教三次的 因為我們希望大部分人都能夠掌握 是的 但那些學一次就搞定的小朋友 會怎樣呢 他就會覺得環境很悶 是的 不斷在重複重複 所以那些學習的興趣就會差一點 又或者 小朋友就會 當聽第二次的時候 就搞一下人 聊一下 搞亂了課室的秩序 他就會被人覺得 他專注力是否有問題 當然也有一些 其實他這個老細胞 在前額業區很多 所以他專注的效果 好像人類有很長的觸數 很敏感 他對於外界的刺激很敏感的時候 專注的時間就會短些 即是說不同種類的原因 就會產生了那個小朋友 有不同的需要 但是呢 我們看起來 都是一些專注力不足的現象 即是說 其實 如果一句 就說我小朋友 不專注 其實呢 就不是很能夠有效地描述到 究竟你的小朋友 怎麼為之不專注 是的 有些武斷 現在又覺得 是的 因為其實 就算好像頭痛也好 你看醫生 醫生都會嘗試去找一下 為什麼你會頭痛 是的 所以小朋友坐不定 我們做家長也好 或者是做老師也好 我們應該第一時間去想 就是為什麼他坐不定 而不是 直接說坐不定 吃這個樣子 如果醫生這樣的話 其實都不好 都可以了 吃這個頭痛樣子 那變了 就解決不了那個根本的問題 所以皮密分聲 就是一個很客觀的 一個了解的狀況 掌握了我們就知道 用什麼方法去幫他處理 他在面對的問題 所以其實 不論是學習之憂的一些小朋友 甚至乎 他們有過動症 可能學習的遲緩 又或者牽涉到一些自閉的現象 都好 我們先不要急於去找方法 一定了他是這個問題 然後就嘗試用同一種方法去處理 所有有同樣現象的一些小朋友 我們每一個小朋友 都應該找到他個別的需要 然後就著他的需要 配合那個環境 從而去發揮他的天賦 這個才是一個最理想的教學環境 李博士 你都說得很對 我都覺得真是很有道理 其實又可以透過怎樣的方法去看皮文 其實皮文分析已經有這麼多年的歷史 其實在15年前 我們正式 第一個引入了香港的一套系統 這套系統很簡單 我們就著剛才提過 學皮文學的最重要的一個根源的理解 就是細胞一路分佈 留下的一些痕跡在手指紋裏面 而這些痕跡我們就可以用一個系統 去將它們採集出來 印上了指紋之後 我們就會計算一下 究竟每一隻手指 對應大腦不同區域的位置 有多少的神經元 多還是少呢 相比之下 它的特質和腦的功能之間的關係是甚麼 所以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都會透過一些老科專家 研究大腦不同區域的位置功能 究竟哪個腦區做些甚麼 而走出一個結論 告訴家長 究竟你小朋友有這樣的現象 背後的原因是甚麼 從而我們知道 處理的方向應該是怎樣做 甚至乎在學習環境裏面 我們要調節些甚麼 舉例一下 有一個小朋友 是一個觸覺學習型的人 其實他很喜歡動的 觸覺的意思 就是他要落手落腳 親身的體驗 是一些身體感受來的 所以這類小朋友 很喜歡身體的接觸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小朋友很喜歡觸碰你的 又或者 一定要摸一下那樣東西 那本書放在這裏 一定要拿起來結一下 其實他才有那個學習的感受 就這樣坐定定看著 他可能 一些東西都不能進入 即是說 我們就要注意一下 他的需要是甚麼 他可能喜歡出來 表現自己的 可能做老師 可以多給他一些機會 邀請他出來 可以幫一下老師 做一個小老師呢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的技巧 令到小朋友 能夠更加融入學習環境 而不會產生一些很大的問題 掌握越多 其實小朋友學習的效果就會越好 甚至乎這類觸覺學習型的人 他的身體感受很強 所以椅子舒不舒服 其實很重要 香港很多的學校 坐椅子很硬 那些小朋友 坐到這樣 就很辛苦 坐不定 是的 我們就俗語說有蟻咬 是的 有蟻咬 當然是周身動 乖的那些就頂了 但是花了很多的精神 去捱那個不舒服 其實聽不到老師說甚麼 學習的學校說 因為那張椅子不舒服 就已經影響了 所以配合環境 就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當你了解了你的小朋友之後 家居環境可能就已經很大分別了 去溫書那張椅子 拜託你買一些舒服一點的椅子 是的 換那張椅子已經幫得很大了 是很厲害的 是的 溫度也是身體感受來的 調節好的溫度 甚至乎是通風通爽一點 不要整身汗 對他來說 已經是很大提升專注力的方式 是的 集中精神都很有幫助 是的 嚴重一點的那些 可能就是他的學習馳門 可能腦區之間不平衡 大腦很簡單 我們學習做一件事 第一 放東西進去 第二 拿出來 即是說 其實我們擺到多少進去 不等於我們就拿到多少出來 即是大腦的輸入輸出平衡 其實可能不理想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現一些 學習馳門的現象 好像我說了給你聽 十樣東西 拿出來只剩七樣的 這樣 我們就覺得 他是不是學習馳門 應該拿到十樣出來 原來某個慢一點的地方 就是一個大腦輸出的位置 表達得不好 即是說 我們硬硬再塞進去 沒有幫助 所以 要看看究竟他學習的問題 究竟是輸入 還是輸出 這些其實在疲倫分析裡面 都可以幫到家長 或者老師 去掌握那個小朋友 究竟他在學習上面 那個需要是什麼 而去配合環境 配合一些 甚至乎是治療的方法 怎樣去提升他的能力 等等的一些方法 都可以找到 很感謝李博士 這次和大家說一些 這麼實際的方法 我們下一次會和大家分享 怎樣的音樂配合疲民分析 幫助小朋友 請大家留意 這次很感謝李博士 又和我們聊聊天 我會訪問一下他 怎樣用音樂和疲民分析去配合 可以幫助小朋友各方面的潛能發揮 其實上一次我們說到 怎樣用疲民分析去找到一些學習的特質 找到了 就算知道究竟他的問題 可能和大腦才知道結構的關係 什麼都好 那怎樣做呢 很有趣 原來和音樂非常密切的關係 可能大家都聽過 大腦在學習的時候 就是細胞和細胞之間 產生一些連線 這些連線就是我們的能力 就是我們在學習 為什麼我們會寫字 為什麼我們會說話呢 就是這些細胞建立了網絡 細胞有多少呢 是基因決定的 網絡有多少呢 就是後天環給他決定的 那就是說 我們有多少的硬碟空間 擺到什麼軟件下去 就是一個這樣的配合 當然 如果 好像剛才我們提到一些學習障礙那些 你會發現 其實某些位置的細胞很多 而另一個位置呢 就很少 當那些能力相差這麼遠的時候 某些能力就會 拖低整個大腦的表現 而拖低了表現的時候 有時候那裡的網絡 運作速度就不夠快 那些腦區那麼強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人呢 其實他某一些的感官很強烈 可能音準很厲害的那些小朋友 你很小時候 第一次彈給他聽的那首歌 他聽完就記得彈得翻都可以 是啊 而且很驚喜的 那這些就是他那個 音準的腦區很強 而音準的腦區 是負責記憶的篩選 就是說 通常音準好的人呢 記性都好 所以呢 那一類的小朋友 學習就很大優勢了 但是剛好如果這個腦區弱 其他腦區強 你就會出現現象 篩選記憶的速度很慢 但某些能力很好 所以有時候 可能我們就要耐性一點 但是如果這個腦區慢 會影響整體記憶的話 怎樣提升它呢 原來剛才所說的那些細胞連線呢 其實會產生一些 腦電波的頻率 不同的細胞 它們溝通的時候 都是用電子傳送去產生那個記憶 就是說大腦就不斷有很多電線在那裡 互相傳電 我們都知道其實有電流流過 就會產生頻率 所以腦電波就是這些頻率 在德國有一班的科學家 他們就聯同了物理學家 聯同了醫學家 聯同了音樂家 去合作做了一套的工具出來 這套工具呢 就是利用音樂的不同頻率 去做大腦不同位置的腦電波頻率出來 在音樂學習 我相信喜歡玩音響的人 就會知道 其實喇叭怎麼放呢 就決定 有一個位置 就是一個叫做共振點 就是兩個頻率 輸送去到一個位置 兩個同步的頻率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能量 那個位置就開很細聲 那裡都好像環回立體聲 很精彩的 其實這班科學家 就用了同一個概念 就是找到 腦電波的頻率的位置是多少 然後呢 就用不同的音符 不同的樂器 做同樣的頻率出來 當腦電波和這個音樂 撞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大的能量 這個能量呢 就會對那個腦區很準確地 令到那裡的細胞 得到一些額外的刺激 刺激越多呢 那些網絡就會做多些 就是說 如果我們大腦分了十個位置 有些地方人手多些的 它很自然就會走得快些 但是那些地方小人手的時候 我們透過這個音樂 就可以令到那些人手 雖然不平衡 但是就令到小人手那裡 做事做得快些 你可以這樣幻想的 如果隔壁屋 有十個人做事 他做事就比你快 因為你那裡只有五個人 那怎樣可以平衡呢 就是令到那五個人那間屋 可以做到八個人的事情 那就是說 特別去培訓人少的位置 目的就是要來平衡快的腦區 那最終的結果呢 你會發現提升慢的腦區 就會令到快的腦區更大突出 那就是說 其實呢 平衡大腦是一個很重要的 早期的訓練 而整套音樂 做了四十年的臨床實驗 那麼 這裡呢 有一本書 其實就是這班科學家 其實做出來的 這套音樂的研究 全部都是學術研究 哇 叫做 Medical Resonance Therapy Music 就是一個醫學的工具 透過產生共振 達至治療作用的一套音樂 哇 真的很難得 其實它的概念呢 就是一些頻率的計算 將大腦的頻率 拆散成為一些個別的頻率 那麼 找開音樂的你呢 就會看 很明白的 看得明白的 尤其是TuneCum 我們會知道那個頻率是多少 疏密度啊 高低啊 是的 那那個頻率呢 其實呢 可以計算出來的 嗯 所以這班科學家 這些德國人呢 就會很準確的 精準度很高 那麼計算之後呢 其實他們就會發現 相應的音樂 就會做到那個頻率出來 那就可以達指的治療作用 當然 概念就很簡單 但是這班科學家 做了超過100份的臨床報告 哇 這些全部都是臨床報告的結論的 summary 真的很有根據 是的 那麼他發現呢 其實他的治療效果呢 準確的頻率 比起藥物呢 有過之而無不及故 那麼這句 這個建議呢 不是他自己 這班科學家自己講的 其實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呢 對他的一個評價 世界衛生組織呢 很特別提到呢 就是當跟藥物去比較的時候呢 醫學共振音樂 比起傳統的藥物治療 有效四倍 在一些身心壓力症狀的處理裡面呢 尤其明顯一點 那就是說呢 其實透過這些工具呢 就可以達至一些平衡的作用 而他們很有系統的 做到呢 每一個音樂 用一個號碼去代替 那這個號碼呢 就告訴我們 那個相應的頻率是些什麼呢 其實它代表著 哪一個位置的腦區 舉例一下 這個呢 就是後額頁區 很重要的邏輯思維腦來的 就是那些人計數厲害不厲害呢 其實就在這裡 哇 你知道大部分人呢 對數字都不敏感 計數都不是太厲害的 是的 就是這個腦區 其實 很神奇啊 真的 就是這個腦區呢 那個影響來的 那他有一個號碼 就是那個腦區相應的那個頻率 那當我們聽過音樂的時候呢 那個腦區的腦細胞 就會得到一些額外的刺激 那慢慢呢 就會令到那個腦區的網絡量 就會增加回 那令到網絡量增加回 沒有辦法改變到 細胞的數目的 那但是提升了的網絡量 會令到那裡的功能會更好 就好像訓練那樣的 就算一個五音不存的人 重複訓練呢 慢慢呢 他都會掌握到那個音準是怎樣 音準的能力有高有低 但是 重複學習呢 其實就可以令到那個腦區 連結得好些 那透過音樂呢 就可以令到我們這個重複學習更加快 或者呢 我們沒有那麼抗拒用那個腦區的 那時候會 哇 好多謝啊李博士 那呢 下次呢 我們呢 就會一起分享一下呢 做了一些疲民分析啦 怎樣改善親子的關係的呢 好啊 請留意啦 拜拜 好啊 今天很開心啊 那呢 李博士跟我們呢 分享一下 怎樣用疲民分析呢 可以改善親子的關係的喔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們發現 來找我們呢 都是一個家庭這樣來的 嗯 每一個人呢 其實在一個家庭裏面 都是不同的 是的 當然啦 父母我們知道 一定是兩個獨立的個體 來自不同的家庭 但是 小朋友呢 可能一對夫婦 可能參加兩個 三個四個小朋友 是的 但是三四個小朋友都好 其實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個體來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要面對這麼多獨立個體呢 其實一對夫婦呢 其實就會很困難的 因為 我有學習的方式 太太有太太的學習方式 如果純粹靠鼓 那我們鼓中的機會呢 就很低的 是不是 六個號碼 就是 好像六合彩一樣 你中過沒有呢 沒有中過 還沒有啊 那就是說靠鼓呢 非常之困難的 那也都可能會面對很多的錯誤啊 挫折啊 那在關係裡面出現挫折呢 就會影響了一段關係的成長 而我們都知道 其實 家人的關係出現問題呢 很直接影響的 一定是學習的興趣 就是說 小朋友在一個 不理想的親子關係裡面呢 他很自然 就會沒有興趣學習的 從而可能也會影響到心軟 那所以呢 這個課題呢 其實我們面對過過過萬個的家庭 我們發現呢 了解 是關係建立得好的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想 其實大家 如果在看這個頻道 可能都是一些成年人 成年人 可能你都曾經試過有 好好的伴侶 或者 好好的朋友 其實通常 跟好朋友最大的特質 跟其他 普通朋友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你特別了解這個人 那通常你特別了解這個人做什麼呢 可能你溝通了很多 所以我建立了很多很多的關係在裡面 但是跟小朋友的分別就是 其實小朋友跟你溝通 小時候 很困難的嘛 嗯 小朋友只會哭 笑和吃 那我怎麼跟他建立關係呢 是的 很多家長都覺得很困難的東西 嗯 特別是一些學習困難的小朋友 是的 他們情緒很多時候都受影響 小朋友的情緒受影響 家長的情緒呢 就更加受影響 所以呢 我很相信呢 譬如面對這些學習困難的小朋友 其實家長呢 他們的情緒都很大口言 那我們有些案例 譬如這個case 其實呢 是一個馬來西亞籍的家長來的 那他 特地是在馬來西亞飛過來香港找我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小朋友在馬來西亞已經判斷了呢 是一個阿士保加症的小朋友 嗯 他現在統一都叫一個 叫自閉症的一個光譜裡面 那 那一個自閉症的小朋友 在馬來西亞呢 就一直做治療 做了幾年 其實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變的 那來到找我的時候呢 最主要關注的呢 就是究竟這個兒子 究竟那個大腦的先天結構 如何影響著他 那而我們發現呢 他的大腦有一部分 在輸出的部分不平衡的 嗯 那由於小時候 輸出的部分發展得比較慢一點 那我們就用上次一些 提過的一些工具 比如醫學共振音樂啊 那這樣 就會令到他的輸出的腦區 增加快一點 那我們發現呢 由一月份開始呢 我們就給很多的 腦區平衡的音樂的刺激給他 當中呢 可能當他做初期治療的時候呢 他面對很多問題的 究竟小朋友出現這樣的現象 正不正常的呢 需不需要特別注意關注呢 我們特別安慰他 其實這個小朋友呢 當治療的過程 他面對了這麼多年的學習問題呢 其實有些負面的情緒積聚等等 大概三個月左右 我們由一月開始接受 到四月頭呢 三個月的治療期呢 我們收到這個媽媽一個 一個很鼓舞的一個電郵 他就跟我們提到 小朋友呢 現在那個現象學習的部分呢 甚至乎表達溝通的模式呢 基本上跟普通小朋友已經沒有分別了 即是說其實透過幾個月平衡大腦的一些被動的刺激 基本上呢 他的問題大致上已經解決 即是說 其實原來能夠掌握一個人 改變他的學習特性呢 甚至乎他的一些情緒的表達呢 其實直接影響小朋友 跟那個家長建立的關係 而更加重要的一點呢 這個小朋友的特性 基本上呢 是遺傳至他爸爸 哦 那所以呢 原來他爸爸的平民分析的報告 和這個小朋友的報告呢 很相近 哦 那爸爸小時候的狀況呢 就很能夠想到 究竟孩子現在這個狀態是怎樣 那爸爸特別知道呢 兒子需要些什麼 譬如和他溝通的時候呢 爸爸可能的效率呢 就會好過媽媽很多 那就是說原來 一家人一起去分析了之後呢 其實大家的差異呢 就會看到出來 那就是說即使你一家六口都好 不同的人 其實我們要注意些什麼 爸爸媽媽的分工是怎樣 四個小朋友 可能大了兩個呢 就跟爸爸相似的 爸爸處理容易一些 小的兩個呢 媽媽跟他相似的 媽媽做決定容易一些 那所以呢 就算譬如選擇一件事 譬如學校那樣 四個小朋友 是不是一定要讀同一間學校呢 那如果能力許可 或者時間許可的 是不是應該選適合的 學習環境給每一位小朋友呢 那這個呢 都在一個報告裡面呢 都可以告訴大家 所以了解得越多呢 基本上對於家長去掌握 我們怎樣跟他們建立關係 或者怎樣體諒你的小朋友 從而慢慢建立一個 良好的親子關係 溝通的習慣呢 這個在一個平民分析裡面呢 都可以幫到大家做等的 哦 原來是這樣的 真是很有用的 那接下來呢 李博士呢 就會透過平民分析 跟我們講一下這個題目 怎樣去改善這個關係的呢 怎樣的方向去改 即選擇這個適合他的學校呢 嗯 那好吧 下次大家留意一下 李博士呢 嗯 那這次呢 我們呢 不如講一下呢 怎樣去用平民分析呢 去改善大家家人的關係 那還有呢 怎樣去選擇 適合小朋友的學校呢 嗯 是啊 上一次呢 我們有兩兩題過了 就是當我們了解了 在學習上面呢 其實父母和小朋友呢 那個學習差異呢 其實會對我們 和小朋友的建立關係呢 很有幫助的 嗯 我們經常都說的 父母 即是走在一起做夫妻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就是一粒一粒這樣 是的 一粒一粒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通常呢 父母的特質呢 都很不同的 譬如的 爸爸呢 就冷靜一點的 媽媽呢 就急躁一點的 那他們就互補到 兩個急躁的人呢 很難變成夫婦的 很多時候 因為大家火星盪地球 那就是說呢 其實在這個溝通裡面呢 爸爸媽媽的特質呢 很顯然呢 就一定是不同的了 那兩個不同的人 生了一個 跟他們不知道哪個有相似 甚至乎 可能完全不一樣的小朋友 嗯 怎樣做決定呢 我們很常見呢 有些家庭呢 會這樣的 就是 爸爸說是 又或者有些呢 就是爸爸什麼都不管的 媽媽說是 是 多數都是這樣的 那 就很有趣了 那個學校 譬如選一間學校 是給小朋友讀的嘛 那爸爸媽媽說是也好 媽媽說是也好 其實都跟小朋友的特質無關 當然啦 有部分呢 有一些 部分的案例就是 這麼巧 好不幸呢 就是媽媽負責了的 那麼巧巧 小朋友呢 就跟媽媽說是 媽媽選的東西 就是適合小朋友 是 那這些叫做好彩啦 那 好彩的時候呢 那就得到一個好的結果咯 所以呢 他就可能會告訴你 其實呢 不用 那麼多的 用你自己的角度去出發 去幫小朋友去選擇 在他的經驗呢 是對的 但是如果你跟他照做呢 就有機會錯了 是的 那他沒有騙你的 其實 不是他要弄你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純粹將所有東西 放在那個運氣上面去處理呢 這個就不是一個好的家長 的一個做法來的 那所以透過疲民分析呢 掌握了小朋友 和你的差異 你從其他小朋友的 需要的角度去出發呢 就會好過 我隨便一邊做事 而我更加見過一個家庭呢 就是 爸爸又不做事 媽媽又不做事 兩個呢 很好的 就在那裡聊了 爸爸就覺得呢 這樣教育好些 媽媽呢 就覺得這樣好些 最後呢 他們兩個很好 磋傷了 爸爸我讓一步 媽媽我又讓一步 就選這間了 那結果是什麼呢 他們就聊得很好 但是呢 選出來的那間學校呢 爸爸又不適合讀的 媽媽又不適合讀的 是 真的 小朋友更加不知道 對不對 一個三個都不適合 其實是一個三書的局面 哎 真的很慘 但是他們的過程呢 他們覺得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為小朋友呢 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啊 聊啊 最後好心做壞事 那真的走了很多冤枉路了 是啊 那你不進去讀呢 你是不知道是錯的 那所以你進去呢 一間學校讀六年 那如果真的進去錯 轉一次校好嗎 你一天不知道你的小朋友 要些什麼呢 就算讓你轉校呢 其實你還是會轉錯的 那就是說在一個學習的過程 基本上呢 不了解 就給小朋友去學習呢 就是 別人就恩財私教 恩財私教呢 就先看了是什麼特質 然後再去選擇學習環境 但是大部分人呢 就一直學習 一直從錯誤中看看 究竟他要做什麼 那就倒轉了 變成了私教恩財 那其實倒轉來走 那聽起來好像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做的 那我們試一下轉個模式 去問一下大家接不接受 如果你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我的藥房呢 就有很多藥的 你自己進去選 哈哈哈哈 選完吃一下看人對不對 我再告訴你好不好 你以後都不會再看這個醫生 因為為什麼 醫生你都不知道我要些什麼 你隨便叫我選 我怎麼選 我不會選 那如果你不接受這樣的醫生呢 那你不應該接受一個 在一個學習 從錯誤中學習 幫小朋友去選環境的一個父母 是 因為其實原理就是 恩財思教是一個先後次序的問題 不是誰更重要 很多人都說 其實先天更重要 還是後天更重要 人家說 努力可以改變一切的 我不反對這句話 但是呢 不了解自己去亂擺力 你就會浪費了很多力 是啊 對呀 最終都可以的 問題可能你經歷了很多 你不想經歷的事情 而達到結果 沒有必要的 那變成我覺得 其實為什麼不做好計劃 才行呢 那就是說 其實原理都是一樣 那我們能夠掌握一個先天特質 做好這一部分先 然後幫小朋友做選擇 就會更加容易 不論在關係 因為剛才都說過 是一間不好的學校 我相信有部分的家長 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 入了一間不對的學校 大家都辛苦 一考試就好像打仗一樣 是的 媽媽呢 是要預早一個禮拜 跟公司拿假 就回家 就跟小朋友紮行碼 是啊 真的聽得多 又不去學琴 又不去練習 所有小朋友喜歡的活動 都一概停止 然後就只讀書 即是家長你自己想想 如果 你有一間公司 有一個project 大project來的 這個月呢 你不要做其他事情 假又不可以放 即是家裡又不可以回 搞定才准放假 這份工你不想做 即是說 如果有這樣的學習環境 對於小朋友來說 學習一定是婦差 在婦差中的學習 學到的東西 不會是一個令你太開心 或者太投入的東西 所以呢 掌握小朋友先天的特質 從而去選擇學校 什麼學校適合這個小朋友呢 其實呢 很容易在報告中看得到 所以 都奉勸家長 如果你未了解這個小朋友呢 那 before你去決定他讀哪家學校之前呢 都麻煩你了解一下他的特質 或者需要先 再去做決定 那會好很多的 真的是說得非常之對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 問問一下李博士 那 那麼 那麼多年的 疲民分析的經驗 十五年了 那 最後有些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好啦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好啦 我們最後 那 要問問一下李博士 那麼多年的經驗 十五年經驗了 對這個疲民分析的研究 那麼 最後 又有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嗯 其實呢 就是 從事了這個工作這麼多年 其實見很多很多的家長 見很多很多的家庭 有些甚至乎呢 是十五年來呢 我們看著他小朋友 由BB 變成一個中學生 其實 見到他們的進步 其實是很開心的 而我們發現呢 也有很多人 就是在一個家庭關係裡面呢 面對著很多困難 那麼 很多時候呢 他就 嗯 在一個問題裡面轉 那就沒有去嘗試一下 跳出一個問題 看看究竟需要是什麼 所以呢 不論有問題好 或者有好 或者不好的現況都好 其實了解自己 了解孩子 了解大家的關係模式 應該是怎樣呢 永遠都是重要的 那麼過去十五年來呢 我在大大小小的學校的講座啊 公開的講座啊 嗯 都做過好幾百場的一些 親子教育的講座 甚至乎呢 我在電台 在電視的訪問啊 或者呢 在我的專欄文章裡面呢 其實都不斷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些案例 給了什麼啟示我們 每一個家庭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啟示來的 不論他們是很開放思考的人 又或者呢 他們比較固執 或者古板的思考模式 其實透過了解之後呢 其實他們從另一個角度 看到自己 嗯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呢 得著的不僅是小朋友 很多時候呢 家長呢 從自己的報告裡面呢 找到自己新的方向 即使可能你生了小朋友 你覺得自己已經大定了 那但是實際上 一個剛剛新手的父母 小朋友這麼小 可能都是三十零四十歲 我們現在 經常都說 長命百二歲 你想想 三四十歲 和百二歲 距離 人生還有幾長 是 即是說你面對的選擇 的決定 還有非常非常之多 不論就業 你的關係 如何管理 甚至乎 你如何選擇 你進修的路向等等 基本上在報告裡面呢 可以看到一些資訊 就算告訴你 怎樣去選擇 又或者不要說到這麼大件事 所以在健康中 最終的 沒有 學會 更多 一段時間 你要 延長 然後 快來 那 老實 延長 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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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